另外要来关心的是家庭主妇到市场买菜 要回去烹煮之前 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使用正确的方式来清洗蔬菜 否则很有可能会让您吃进到过量的农友 家庭主妇逛市场买菜为全家的健康把关 但很多民众买了菜回家之后却用错了方式 小心将蔬菜里的农药一起吃下肚 常见的错误包含在水里加盐来冲泡蔬菜 目前已有研究证实这类的洗菜法 反而让农药更容易残留 还有民众在天冷时拿热水来洗菜 或者将菜切完之后再分段包装 虽然两者都能洗去农药 却让蔬菜里的营养价值因此流失 想让您辛苦买回来的蔬菜发挥真正价值 就得用对方式 例如天冷时如果真抗拒不了冷冰冰的水温 建议加入少许热水让温度维持在25度 或者洗菜时建议整株下去冲泡保存营养价值 至于农药残留部分建议民众购买小苏打 利用它的碱性有效中和农药的酸性 在加水冲泡之后就能洗去残留在蔬菜里的农药 下回民众购买蔬菜时可别忘了用对方法 才能确保全家人的健康 人间卫视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